民众吃甜瓜多半是离心 白皮类香瓜为主 不过在农委会农爱厂经过11年研发 育成新品证台南15号 将提供夏季栽种香瓜新选择 大家心里想一下这个季节吃的香瓜 大概我们都统称它叫做美农瓜 那美农瓜它跟之前的洋香瓜 它实际上是耐热耐高温的 我们一般的这就是我们传统吃的美农瓜 那在这边大家看到 它实际上很可惜已经长得这么好 都已经有商品价值 可是在采收的时候 因为这个雨水的关系导致它很容易裂果 那这样子的话就进不到市场 那这种的情形还很容易发生 那我们的台南15号 就利用杂交的技术克服了这个 这是它第一点的特色 那第二点我们要讲的就是 目前我们美农瓜看到 大概就是这样子银白色的瓜 那在市场上有这么鲜嫩黄色的瓜 也不见到 所以这个是它第二个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产品 带给市场上有更多的选择性 那在讲这个瓜的时候呢 我们大家刚刚其实也都很好奇 它是怎么来的 那实际上是早期 大概在民国99年的时候 其实有业者引进来 那当时他们因为在栽培管理 还有原来的它那个品种的特性上面 它的糖度实际上是偏低 所以当时引进台湾市中之后 结果就消费者并不认同 所以它就慢慢离开了市场 不过我们厂其实当时就发现 它其实是有商机的 那我们的黄云满腹研究员 他就针对这个品种 就开始了它的故事 那所以我们经过了11年的研发 预成了这一个品种 这个表示它当时记录下来 就是这几个品种 这几个应该算品系 还没命名之前都叫品系 那这些品系有流传下来 就是它初步选拔 有一些特别的性状 值得在后面再去做更细的选拔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针对 这个品种来说明 它是属于东方甜瓜 那它是杂交一代的品种 然后它果皮有银白色的条纹 那它是典型的韩国香瓜 那就是早期99年那时候 引进来的 然后它刚刚有提到 它是耐热的品种 那很重要的是它的生育期 它很属于照收 然后它的单果种 大概450到630 那在不同季节 它的比较高温的话 实际上它的重量会再高一点 那糖度的话大概13到15度 那最高的话可以达到16.5度 那果肉的话是白色 然后细致 那成熟的时候会有香味 刚刚相信大家在座都已经有闻到 那它是属于比较小的果形 那大概适合现在单身贵族 一到两个人吃刚好 那在这边既然是吃到肚子里 我们就很在乎它的营养成分吃进了什么 那基本上它的营养成分 大致上跟美濃瓜是相似的 那比较特别的地方 它在下面这边 这边有这个 室网醇当量跟维生素A 还有一个β胡萝卜素 这几个的量高很多 那室网膜醇 当时我看到室网膜醇 是不是对眼睛很好 赶快上网去Google一下 实际上它是一个维生素A的前驱物 也就是要合成维生素A 要有室网醇当量这个东西 那不过大家看 这个跟传统我们的美濃瓜 它的量真的高很多 那然后这个胡萝卜素也高很多 那大家都知道 这些东西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 类似吃 吃这个小番茄 这样子好的效果 那它这些都是油溶性的 所以假设是吃的时候 同时有一些油脂的摄取的话 那那个养分的转换会更好 外形亮丽 脆甜特色十分陶细 台南15号甜瓜 成熟时散发淡淡香气 甜度符合国人口味 它的收益大概一分地可以到十二万点 就将近十三万 那纯收益的话大概是七万 我们要推这个品种 农民最在乎的就是病虫害 那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在田间的卫生 因为种这些瓜类 它实际上的一些病虫害常会因为 我们田间里面有一些残株 就是前一期做没有收干净 那病虫害就很容易在里面滋生 那就导致你才刚种 然后就一堆问题都发生 所以一开始你要种的时候 田间的一定要清干净 那接下来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讲 非农药防治 就是我们通常在这个 就是田间管理 我们有些农民他不太愿意 就是适用一些农药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比较属于物理性质的 一些防治方法来介绍给农民 那可以一样可以达到好的效果 像我们盆栽 因为这纯粹是为了展示漂亮 才这样子这样子种 你回家千万不要 我也是在那边绕 不是这样 回家把它拉起来 充足光照才是重点 所以拉起来之后 我们这瓜 你要是去找一些资料 发现哇 死了 一天到晚叫你算数 123456789 其实有一些数字 对我们要记住 就是在于说 这种瓜不是一看到母花 叫好高兴好高兴 然后问题来了 哎呀老师什么叫母花 好 这里看到很多黄色的叫做花 没有错 但是呢 这种瓜类本身 它是那个 我们叫做 它有个特殊名称 叫做完全花跟雄花同株 这不是我们雌雄异花同株 不是只有这么简单而已 甜瓜的花性在瓜类里面 是最复杂的 很粗的这条藤蔓上面长的 供花都会在上面 所以供花很多 这个就是供花 花只看那个外面 这个叫花怪或花瓣是一样 可是它里面的构造 这里面说是雄蕊 就是花粉 花药花粉 这个是雄蕊 然后呢 为什么叫做两性花 或是完全花 两性花 完全花 跟雄花同株 因为有雄花 然后这个是两性花 也叫那个完全花 就是它里面有雄蕊 也有雌蕊 里面中心的 最中心 那个就是我们叫做 那个柱头 就是等于那个雌蕊的部分 然后外围有一圈 就是花粉 那是雄蕊 所以就是要完全花 就是雄蕊 雄蕊是这一个 可是一定要有 受粉的动作 它花这么鲜艳干什么 吸引蜜蜂 蜜蜂过来会受粉 好 那我们就回到 我们如果种下去之后 会讲究一些数字 我们要等这个瓜 叶子长到一定程度之后 我们再开始流果 因为学理上 它本身在第五节 第六节 它出来就会开始开 那个雌花 所以希望不要看到 哇好高兴就去 就去把它受粉 那受粉一定是上午为主 现在受粉效果就很差了 那很简单 就是把工花 这个花瓣弄掉东西 或是你拿那个笔 把它搁搁 它就受粉了 好 那这个受粉动作 基本上是以中午之前比较好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藤蔓 一定会找很多小侧芽 小侧芽 那侧芽不要流 我们就一条蔓 流上来 流上来了 然后你就开始数数了 原则上 我们像这种叶片饱满的 我们会希望说 至少有八片漂亮的叶片的时候 然后你发现 那出来的那个侧芽 我们再去流果 不要七早八十六流果 七早八十六流果 那个植株很快就会死掉 不缺乏 先早就换一个 所以要等到一个程度 那雪里山 有些是说七月八月 大概那个附近 出来的侧芽 那你再来去流果子 那果子就会跟着植株 继续长 它继续长大 那现在 等它长长长到比一个人高 我们都不是姚明 所以大多数就是 这负责性 那时候往上 这高度我们会做栽芯 就是不要让它继续长了 那这个植株长得很漂亮 果实的营养比较好 然后有光照是让它浇水 给肥 它就慢慢长 之后呢 像这个正在转色的 差不多是14到18天 看季节 它就是从这个 绿绿的 小时候啊 这边小时候是黄绿色的 然后像幼稚园 大小还是黄绿色的 然后等到差不多 这个超12天左右 慢慢的就长着长着 这边 这个是两株 这是一株 就是这个里面有种两个植株 这里面种一颗植株 这纯粹是为了展场漂亮 所以才会弄成这样 那你们有绳子 或者是有那个网子 还是有棍子 不管 只要能够让它往上 这样就好 然后再过来果实发育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瓜 都是它要长出来的 不要以为是软粿 六斗 不是哦 一般来 你看面上这个是不是 这两三 这一张 这一张 这有三六个 那如果我们自己要吃 不计较果实大小 三个果实你可以同时留 没关系 反正就有的小一点 可是像这个 这个是我们请农民 家义很会种的农民种的 他一定只有留一果 为什么 他们要麦相 麦相一定要有超500克上下 这个范围 是最好的 那个果实大小 然后这个我算了一下日期 差不多是26、27天 瘦粉之后 26、27天 我们如果再 再等下去的时候 那个就 就有一点太过了 过的是现场吃很好吃 可是像这种 容易还要卖嘛 还要卖要有一段时间 所以它必须 在一个适当采收期 那糖度我大概 也有测一下这一批 真的就是这样的素质 那个范围 14、15度这附近 这款甜瓜耐温 早熟适应台湾灾种环境 将果实去头去尾后 可连皮带子全果食用 种子小可一并吃掉 果皮富含营养具脆度 如果是有机栽种 也能一并食用 全果打枝也是一大好选择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